我已经到达你那一天 土地大的少年 是我们对人类的实验品 都够让世界倒流 先随着找一个普通人进行实验 我给你见识 再调整个人 喂 喂 你怎么干在这的 这都多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到 不好意思啊 我在路上 我这车况不太好 马上就到 五分钟 快点 嗯好好我骑快点 骑快点 我去什么东西啊 啊 有人掉铅饼啊 我去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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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哇 哇 先生掉下来的 天安乃乌 要是 那是个什么样吧 啊 我这 这怎么不亮啊 这不会是我发财的预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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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 这都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你怎么还没到啊 信不信我投诉你 不好意思 马上到五分钟 五分钟 是方小姐吧 不好意思啊 让您周等啊 不好意思 你怎么才来 那个我路上耽搁了 遇到这些事情 我先扶您上车啊 不 不好意思啊 那个 没事 没事 哟 浩远 跑得挺快 都跑到这了 你这怎么找过来的 真的不能喝了 让喝就喝 无声在这儿挡着你 今天就算是喝 你得继续给我喝 你请一下 我真的不能喝了 哪那么多废话 赶紧起来 喝完呢 给兄弟们暖沸窝了 哈哈哈哈 来吧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他都喝成这样了 你有点不放 哎 你谁啊 我是 代价 代价 你关你什么事啊 关 我是 方小姐是我的客户 我得把她安全送回家 放个什么东西 够不够 对不起 我接受的教育 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 你看错了 你 不能带走她 小子 你是活腻了 现在呢 我能不能带她走啊 不能 我就不信了 这框田 哪那么多废话 真咋呀 你一个臭袋将 说什么英雄雄 啊 老子今天就扎你了 怎么呀 不自料理的东西 你放了 放开我 带走 好 不会吧 我不会就这样死了吧 喂 喂 什么 我不是被捅了一捅吗 你怎么才来啊 这不是我刚刚来过的场景吗 你当时光倒了吗 愣着干嘛 走啊 好 我先扶您上车 帮我 帮我 跟刚才以为我一样 时间真的到了吗 不好 你两个流氓马上到 啊 帮我那小端子柳间路线上车 快快快快快 帮允啊 哎 跑的挺快啊 给我回去 还是晚了一步 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 我真的喝不了了 你說不喝就不喝啊 吳少長的喝完了給兄弟們暖被握 哈哈哈哈 我已經報報報報警了 你們趕緊走 就你要報警 你報警啊 我看你開玩笑 那就把水給我閉上走 放開我 救命啊 他沒機會再會嚇死我的 放開那女孩 你個小的鴨 你這活的不累 煩了吧 你你爸他放過 咱們井水不犯河水啊 走快 我已經報警了 你們趕緊走哎呀 哎呀 走 喂 不會吧 又來一遍 鴨子 我看你他媽是找死了 哈哈哈哈 兩次好像都是摸了這個手錶 難道是他能讓時光倒流 你怎麼才來 趕緊鋪 快上車快上車快上車快來了 誰又來了 吳少他們 快走哎 你一個小在下 你怎麼知道吳少啊 沒時間解釋了趕緊上車啊 空姐 �amar馬 那天啊 你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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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你是怎么知道 吴绍他们几个要来的 我跟你解说 你清楚 你你相信时间能倒流吗 你也喝多了 你看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信 我可是难命救了你两次 知道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事情 只要轻微触摸按一下 就会让时间倒流 真的太刺激了 你好方小姐 我们到了 这就到了 我的头好晕了 要不你送我上去呢 这个不太合适吧 我一会没有翻 放我上去 好 是没有他 你慢 你慢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长得还挺帅的啊 跟我走 去我房间 这什么情况 有这么丑风的女人吗 而且屁股这么漂亮 是非这么好的游戏 你还愣着干嘛 过来呀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你怎么意思啊 我主动头还松抱你还不情愿了去吧 我不是这意思 我真扫心 你要是不情愿就给我出去做你的代价 翻脸翻得太快了吧 时光倒流 我再试一次 我再试一试 我再试一试 有了这个游戏 咱不先干的是吧 就随便干了 你还愣着干嘛 会呀 我来了 宝贝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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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谁呀 你为什么在我家里 我们俩怎么睡在一块 我是代价呀 昨天晚上这事你都忘了吗 代价 我们俩昨天晚上干嘛了 该干的 不该干的 好奇代价 你很强奸我 哎 谁谁谁强奸你了 你你强奸的我还差不多 你放屁 昨天晚上喝酒给你喝睡意了 啊 你的酒量差点吃了我 你闭嘴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不是 你这提着裤子你 不认账了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不然我就看你强奸 哎 行行行活成多岁了 这人还真是商店 快点快出去 快点 再这么跟你说 我走 哇 你怎么谁啊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这这这这能走两吗 这 不是 你们俩怎么在我家 光源 你可以啊 昨天晚上突然跑了 原来是跟这个小子在一起 你们怎么在我家的 再说我跟谁在一起跟你们有关系 你别敢去给我出去 你别敢去给我出去 那 昨天晚上给你下了点药 也用到我身上 全到他身上了吧 哦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 是不是激情刺涉他 我去 我说他业力怎么那么重 原来是被这个王八蛋的小药 好啊 你们居然敢给我下药 方元 无少看上 是你的名字 昨天让你给跑 今天怎么说吧 光说话是从到我家里 还有王法吗 我堂堂乌家大少爷 也给你方许全都搞不掉 我不要面子的 昨天晚上突然走了 今天啊 你都让你好好尝尝我来示范 你要是带不出去 我就忘记了 忘记了 你抱一个试试 你们等一下 你冲我来呀 小子 我还没找你 你能冲出来吧 敢是我的女人 你不叫命 我可些超迷你 你运使得这么勇猛的吧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啊 你这样的女人去 你处叫死啊 这也可受我家的地方 你知道得罪我是破坏吗 如果我不管你 我是一位的 你什么 小子 你是我一位的吧 我说我是你爹 没听到啊 小子 你很有总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敢当你罢我 哎 我不行在骂你 我呀 还敢打你呢 快 你敢打我 你放开 你放开 你要找死啊 老公有恩 老公今天 我当面弄死他 巫少 巫少 我求求你 你放过他 你不要乱来 我不大 我弄死他以后 我再来弄你 恨我求情 你这么心疼吗 一夜经历就感情了 小子 找死 干呀 死到临头了 还要不好 小子 你找死干呀 你再不出去 我就跟你强奸了 又回来了 而且刚好回到了我开门之后 吴少他们现在就在门外 你让你干什么 我让你出去 你没听见 既然是光 生了 那 你能送谁到我们昨天晚上 吴少女后 很难以为 你是不是嘶咪咪的看着我干什么 我要不要脸啊 我说他呀你 我出去 我出去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不然我叫你强奸 跟刚才回到的时间一样 难道不能再回到再继续的时间 也就是说 不会无限 只能回到前 三分钟 一顿去干什么 没听见啊 没关系 两三分钟 足够了 哎 放开我救命啊 没事 一会就抱紧一些 拿出你昨天晚上的镜头塞呀 是变态 如果说 昨天晚上是我主动 那你现在算什么 你就是个变态 你现在不要抱紧 叫你强奸 你你干嘛 啊 报警告你强奸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不然我告你强奸 谈话 你也让回到这个时间 你在这干什么 让你出去没听见啊 黄奖姐 现在出不去 门外有人 只要打散门 最后我为止 吴晨 谁啊 吴晓他们在这场外面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反正门外有人 他就是来找咱们算账的 打开咱们就完蛋了 吴晓屁 不是哎 哎哎哎哎不 哎 根本就没有 我告诉你 昨天晚上的事情就算了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我们俩人之间站不完 不要再给我耍谁小把戏 我不用耍什么把戏啊 吴晓他们真在门外人 你打他们咱俩全完了 我不信 非要打 哎哎 骗 吴晓我过去 方元 我在这等你很久 吴晓 啊 跟你说了你不听 他说了你 方元你可以 昨天晚上突然跑掉 跟这个小伙伴一起 哎 吴晓啊 这边还只有你多信 等我了 我叫你下药 昨天一天 我们 一起自尸啊 你怎么着我给他下药啊 好啊 你们居然敢给我下药 下药怎么了 ? 你哥哥晚上突然走不掉 我今天啊 用你换成我的手 哎哎 不是不是 你看 这是什么 我 不是 小伙伴 打我的招死啊 他妈 你知道吴晓是谁吗 你给我死了 你再来找我打 我 快 快 你弄死啊 你弄死啊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不然我告你强奸 哎呀你告我强奸也没用 吴晓他们现在就在门口等着找咱们算账了 回家门 放屁 不是 哎 根本就没有人 我 你闭嘴啊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信 你干嘛 你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啊 你要干嘛 打人啊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伤狼套物 和你眼上蜡蜜 哎 这 你狂来听我 你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你那么主动吗 就是吴晓他们给你下个药 你怎么知道 我我就是知道 为什么让你不打开门呢 打开门 吴晓就在门口等着收拾咱们呢 我才不信呢 刚刚我看了 门外根本就没有人 如果一光打开门 门外有人且是吴晓他们三个人 我一会不救你 你呢 就做你的朋友 我就只是这么说而已 你 哎呀 行不行 敢不敢赌吧 行 吐就赌 我就不相信 你凭什么知道 吴晓他们几个在门口 神仙 嗯 看好神仙施法的 你谁啊 看来吧吧吧 啊 哎 还这是他们几个 我没骗你吧 咱们 你什么意思 这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 他们就在我家门口的 现在不是说到你们吃饭吃的 可以不再你几十 行 我看你一会儿不解 所以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知道 吴晓他们几个在我们家门口吗 我 猜的 他细话 你说 你是不是和他们是一伙的 怎么可能呢 我要跟他们一伙 我还用拿辣椒水喷的吗 那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这个不重要 昨天我们可是打了赌啊 我要来赌赌啊 你是怎么赌啊 我那是开玩笑的 怎么能当真呢 你现在意思是说话不说话 我 我觉得你有点开玩笑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江城方家的曾经 就算我答应了 我们方家也不会答应 况且你只是一个小代价 我们能不当部队 那代价怎么办 那如果我特别的钱 你的代价能有什么钱 我大概有办法 我能让时间倒流也就是说 我能以前两三分钟知道别人不知道我的事 哎我记得有一种彩票就是三分钟就开一起 我不是发了 啊 啊 你就别想了 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如果我说 我一天 能赚你一百万 一天赚一百万 你要是有这本事你还用赞代价 一百万 今天本事送给你家 用做菜 行 你要是今天能把一百万送到我面前 你带你去我们家的家族 你自己是当众宣布是男朋友 好 这是你说的啊 这次可不能等我来的吗 绝不是 好 你说 哎 你去干嘛 抱歉啊 哎 哎 你不会是要去做违法的事吗 哎哎 那么呢 我是遵纪手法的好心 不干几些违法的见识 什么呢 有意思 有意思 来了 哎 老板 你知道有没有三五分钟能处一七个财啊 有 那单住最高是一百万钱 最高二百左右了 那我买一千块钱的身体有最十几万 啊能 你对上市 行 我看账号有一次 有点啊 你确定刚买一千了 买这么多啊 不行了 行啊 太行了我现在给你出现 哎不 我再看一下 啊你是说看一下这一期再往往下起 这一期呢 我说你有病吗 那这一期出发还能往这期了吗 那喝了我 我说得就得了 是我的 行行行 你说啥是啥 忽然 好 好点啊 不费了 这一期快三最新开奖的号码是 二五六 好老板 一会过来上去 黑皮的业绩 啥意思啊 看老子 偷偷久迟 老板 给我打黑七十块三 说一下什么号码 打多少个 八五六 打一千块钱的 一千块 你给你打这么多啊 啊 不行啊 行啊 太行了 我现在给你打遍 快三 本期二五六五百度 哦 谢谢 快三 就你打快三一次又打一千块钱呢 我第一次见 是吧 一会我中午还要再冷乐 一会我中午还要再冷乐 一会还中午 啊 哥们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彩票中奖概率是多少是吧 就这么跟你说 就你的一千块钱呢 我现在告诉你 就给福利彩票事业做贡献了 啊 那我们等着开奖吧 行 哎 出来了 γ 到我的 JOHN 了 我 我 牠 嗯 RGB 以用 生 你 二 你还要买 我等你这一次出来之后再 行 兄弟你这个人真挺有意思啊 挺奇怪 来出来了这期 胖码多少 豹子号 三个六 好 好 我妈 一会儿见 啥印象一会儿 一块三中角号码是 二五 六 你刚才买是个二五六 赶紧对象 真是二五六 你真重了一千多钱就十几万呢 赶紧对象我还要买下一期的 哎呀我行 我先给你对象 你就讲一共十二万 我跟你转哎你转十一万就行 剩下的一万我买下一期 号码十三个六 好好好嘞 好嘞好嘞 我给你打票啊 来 本期三个六 一万块钱 你拿好 好嘞 谢谢啊 不是哥们你太可以了 你今天你舔这么一会儿 十一万 十一万算了 我今天目标是一百万 还一挂的 我都给你发好 哈哈 不是你的意思是你还能中 对啊 要不我买一万块钱干嘛 这一万中了 你这几百万 就是 我发现 你挺自信的 快点挂得差不多了 你知道 这运气他不常有 我刚才还这么长时间了 靠运气 他顶多是一次 你想靠运气 中第二次那不可能 那你要是真中了 咱就说今天就是真是我是见鬼了 哎 那你今天见到吗 行行哥们啊 连中两次是吧 不是你是神仙吗 不是就咱就说是神仙 他也做不到啊 下期多就看见了 看不到一分 好 那今天啊 就让你看看什么脚 挺身脚的 哈哈哈哈 行哥们你挺自信啊 这么点 今天我把话撂上 好吧 你今天要是害能中 我把彩票这样给你 好 我再把你当谁一样 往我爸我供下来 好不好 见证奇迹的时候 开脚的 廖廖廖 我 啊 你真的不中了 三个廖 哥们你真神了 我 那帮我推奖吧 是不是你带 你让我缓一下 好吧 是啥呢 就是我这庙太小 没有这么多钱 你上彩票中心里面 好 行 谢谢 哥们 小伯 我问你 你这是什么神筒 告诉我 然后呢你知不知道 这七双色雪是多少 啊我不贪心啊 你就告诉我 我就五十重 我我中两个亿就行 我不贪心 你是真贪心啊 走了 不是哥们 哥们你带着我 神啊 带着我吧 我求求你了 胡少 方元家的那个男子找到了 这个代价 叫陈子豪 代价 我都被一个代价给打了 我已经发动全城的兄弟 去搜索这个代价叫陈子豪 方元这个贱人啊 宁愿跟一个代价似的也不跟我 是 去把这个方元给我找出来 不行 去他们方家 揪一把他给我揪出来 这口恶气 我一定要痛 是 我这就去安排 喂谁啊 不是吧 有没有搞错啊 方小姐 我是陈子豪啊 先在家 你忘了 昨天晚上我们还 行了 你干嘛 上午说的呀 一天挣一百万 我赚到了 怎么可能 你现在在哪 我去找你 我警告你 不要再纠缠我 哎哎哎哎 你自己说的 你现在又要食言啊 哎呀 行吧行吧行吧 我 我还在上午那个餐厅 你过来吧 好 马上走 我去听信 不好意思啊 方小姐 就等了 你还是干啥啊 我上午只是随便说说的 你还当真啊 当然当真啊 你看这是什么 嗯 这一杯有多少钱 这一杯有多少钱 一百万啊 上午我不是答应过你的吗 一天之内 你赶到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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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在一天之内 挣了一百万 这不正机本来在这放着呢 吗 送你了 当主菜 你 你一个小在价 怎么能在一天之内 一百万呢 怎么会是强了吧 哎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说了我是蹲机 手法的好市民 这干净钱 太假了 这不合理啊 不是 你答应我的承诺啊 怎么说啊 我 我只是不相信你一天能挣一百万才那么说的 我 哎哎 不是吧 你又要变过啊 这个吧 你知道的 我们之间即使是这样 也有很多差距 比如说这一百万 只是我一个月的雷花钱 哎 那我不管啊 反正你是答应过我的 我可是救过你 那么多次 而且 昨天夜里我们还发生了关系 我们没理由不在一起了 对不对 而且啊 我现在有个搞钱的方法 别说是一百万 就是一百万 你傻傻谁呢 你怎么那么能吹呢 哎呀 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 反正今天先带我去你一定会 你是那么想做我男朋友 那当然了 我对你可是 三简钟情啊 好啊 那就带你去我们家的宴会 看看我们家人 嗯 好 哎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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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人都快到齐了吧 啊 爸 看你孙姓圆圆圆没到 嗯 对了 我给他介绍了吴公子 他们俩住的怎么样了 啊 他们俩昨天见面了 至于结果如何 我还不知道 啊 待会儿圆圆圆来了之后 别问你这是 我说 是第一公子 这么亲事 可不能晃了啊 爸 妈 爷爷 这 这是我一个朋友 准确的来说呀 你是男朋友 什么 圆圆 什么情况 你昨天不是和吴少去见面了吗 今天怎么就带过来一个男朋友 妈 你都不知道 那个吴少他就是个大变态 他不仅灌酒往死里灌我 还在酒里下药企托非礼我 今天早上还带人堵我房门 多亏子豪救了我 哇 怎么有这个事呢 这么说 你得罪了吴少 我得罪他又怎么了 他就是个大变态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是 是 还是我手的第一少女 好不容易把你介绍给吴少 想你驾入豪门 你现在就得罪了他 我方家 都跟他绕阳 那他你知道你这么说 他还给我下药 我还得从了他吗 放肆 我是你大伙子 你是怎么跟我说话的 你又是怎么跟我说话的 好了 既然这小伙子是男朋友 那我问一下 小伙子 你是哪个家族 现在做的是什么行业啊 你真的来说 做家族 之前是藏爱家族 那干代价 吴王爷 什么 王爷 你居然领回来个代价 哎呦 藏爱家族 我还杀马特呢 代价怎么了 瞧不起代价啊 你说怎么了 我们方家 好歹也是本市的知名企业 你一个代价 有什么资格参加我们的宴会啊 人呐 我问了 可真过分 但这是丢我们方家的脸 这是我们方家 莫大的羞 你说的未免太夸张了吧 再说了 我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是我的自由 他再怎么样 也比那个吴绍一千倍 你说这货 比吴绍强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吴绍他就是个大变态 家里再有权有势也是个垃圾 我看你是疯了 吴绍还得配不上你 你就是下点热吧 竟然你这么个东西来恶心我们 你不怕吴绍包护我们吗 吴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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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拍桌吗 我拍桌子怎么了 啊 这个老东西了 变态 你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没听清楚吗 我啊 什么意思 变态 你让我们说真话 陈枣你干嘛 我就骂他了 怎么了 你听听你说的 那叫人话 变态 你这个狂妄媳妇儿 唯大唯小 爹妈 是怎么教你的 我没说错 你对你侄女说出那样的话 你爹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老二 这就是你的好女婿 这就是你女儿 找的那东西 老大 你赶紧你领着这个 障碍家族的废物东西 赶紧滚出去 你又算了什么东西啊 够了 这里是方向 不是你撒矣的地方 媛媛 媛媛 带你出去 我出去跟外媛 但是 我还有件事没做 陈子昂 你现在就跟我出去 没事 你要干什么 赵宝 你不是找死了 你都没懂 這 唱子 來人 黃黃的人亂棒給我打出去 來人 黃黃的人亂棒給我打出去 打他 弄死他 弄死他 三哥好 我今天就不該帶你來 你知不知道你都幹了像什麼 這個邏輯太不夠了 我聽你出口氣 我管你了 弄死他 你管他 這個是什麼 好了 既然你是圓圓的男朋友 那我問你 你是哪個家族的 現在做的是什麼行業 他問我的家事 我還沒說我是代價呢 那我就換個句話 換一個身份 小子 爺爺問你話呢 你不會是自愛家族的吧 我是一個商人 在海外接一幾家商事公司 我是一個商人 在海外接一幾家商事公司 你什麼時候成商人 你說你是商人 你說做哪些生意啊 我是我是做服務行業 喲 那這可瞧我 我經常在國外做商人 據我了解 在國外做服務行業的工人 卻有上市公司的 只有一個家 對 我就是那個家族的 那您說說 你是哪個家族啊 這個 你自己的家族 你都說不出 這未免太荒唐了吧 說哪話 被拆穿了吧 就是一個臭屌子 你說什麼什麼大人物啊 在我們家裡別亂說 真是你 我放假的這個 那您說 您說的那個家族 是哪個家族啊 當然是九州家族啊 老闆叫陳九州 有一個獨生子 叫陳進東 按照你的意思 陳進東 應該就是你啊 呵呵 還是我姐夫懂得多 在國外經商多年 見識就是不一樣 不缺貌氣 那也成熟 那那您接著說 讓我找點見識 那那您接著說 讓我找點見識 唉 說起這個陳進東啊 我跟他還真有些交集 他可是真正的切意富翁 我們之前啊 在一起談過合作 也不厲害啊 和這麼大的人物 都合作過 那你 見過陳進東 那都沒有 這麼大的人物 哪能說見就見的 不過 我給他的私人郵箱 發過郵件 而且啊 還得到了回复 發的什麼郵件 得到的回复是 這麼好奇啊 行 那就給你講講 我們聊的當然是合作的事 他當時給我回复了六個字 哪六個字 以讀 日後聯繫 日後聯繫 那就是有合作的希望啊 你看 這是叫實力 不是吹牛吹出來的 小伙子 你既然是圓圓的男朋友 竟應該實事求是 你到底是做什麼呢 我要說 我們就是成績 還在扯 看見我女婿 都說出來你了 你裝什麼說 我們 沒口氣 我沒口氣 什麼意思 好了 既然小伙子是你男朋友 那我問一下 小伙子 你是哪個家族了 現在是做什麼行業的 我呢叫陳子豪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陳進東 陳進東 哪個陳進東 我爸叫陳九州 九州家族的陳九州 不可能 你怎麼可能是九州家族的陳進東 你認識 當然 九州家族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家族 身家過千億 在國外有多家的上市公司 老闆叫陳九州 他有一個獨生子 就叫陳進東 沒錯 我呢 就是你說的 陳進東 你用红綠賣的什麼藥 怎麼可能 陳進東怎麼會來咱們床家 你說你是陳進東 你有什麼憑證 你需要什麼憑證 就在上個月 我剛剛給陳進東發過郵箱 而且得到了他的私人回顧 想必這封郵件 你還知道吧 沒事 給我發郵件的人那麼多 我怎麼能記住你是誰呢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杜江 杜江啊 好像是有點印象吧 老婆 給你幹的 你真這麼忙 你要點嗎 既然 你知道我叫杜江 那想必這份郵件的內容 你也知道 哎 你們每個人都是長篇大亂 我怎麼能記住呢 無非就是想跟我合作吧 我記得陳進東當時給我回复了 而且是私人郵箱回复的 如果你能說出回复的內容 那你百分之百就是陳進東 但如果你說不出 你就是在撒謊 哎 姐夫 你看他這個怂樣 他他們好像是障礙家族 怎麼可能是九州家族 我當然記得 我給你的回复是什麼 說 我準備了六個字 哪六個字 一讀 日後聯繫 哎 怎麼回复的嘛 沒事 怎麼樣姐夫 是不是一個字都不對 不 六個字 一個都不差 陳總 沒想到真是您呢 怎麼回事啊 你怎麼 陸京 你沒有搞錯 你就憑一個郵件 你就斷定 他是大人物 陳進東 哎媽 你確定不會錯的 之前不是講過嗎 這個郵件 是陳總的私人郵件 這個內容 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所以啊 他百分之百是陳進東陳總啊 哎呀 太棒了 我女兒啊 給我找了一個超級金貴婿啊 陳總你看 沒想到今天 在這個場合碰到你了 真是萬分榮幸 哎呀 這麼優質的男朋友 也是給我們家族征慌啊 啊 什麼情況 他不就是個代價嘛 怎麼還成大人物了 大哥 我們圓圓這回找這個金貴婿 比那個吳少如何呀 陳總是國際富商 當然比吳少要強了 那我們還怕什麼吳少啊 這鼻子裝瘡了 但之後怎麼辦呀 早晚不還得露箱呢 算了算了 我 反正我有超能力 沒什麼做得到的 你們挺開心的 武少 他怎麼過來了 我去 這傢伙陰魂不散啊 不過在方家的地盤上 他不敢自明啊 哦 武少 你怎麼來了 你不提前說一聲 我好去接你 我期待 你怎麼這麼大火氣啊 這麼大火氣 你要問問你的好侄女啊 吳少 你昨天晚上在我酒裡下藥 我沒有找你的麻煩 你今天反而還找到我家裡來了 你什麼意思 你說呢 我長這麼大 從來沒有人跟打過我 今天這麼被你們欺負啊 你覺得我能咽下這口氣 啊 啊 那你不想想你沒查是啥啊 沈子豪 我找了你一天了 沒想到啊 你睡了這個小賤人之後 還敢跟他回家 你實話注意 我需要注意什麼啊 你別忘了 我是誰 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不就是一個臭代價嗎 我動動腳趾就能踩死你 代價嗎 你說他是代價 他怎麼可能是代價呢 我都查過了 他就是一個臭代價 他都幹代價多少人啊 哎呀 那你肯定是搞錯了 他可是國際上赫赫有名九州家族 陳九州的獨生子 陳禁東 你說他是陳禁東 你們腦子都壞掉了吧 他幹代價好幾年了 他怎麼可能是陳禁東 陸強 這個事件重大 你千萬不要搞錯了 你哎呀吧 我不會搞錯的 我就是陳禁東 陳總啊 聽到了嗎 我就是陳禁東 九州家族的陳禁東 你趕緊給我滾出去 你吳家在我眼裡屁都不是 別自絕坟墓啊 你要是陳禁東啊 我他媽跟你信 今天我話就料上 這小子和方園我必須帶走 不然今天我就訊息你們方家 這小子 這裡是方家 你也不要太猖狂了 方家怎麼了 方老頭 你方家在我眼裡就是個屁 你不是陳禁東陳總嗎 你愣著幹嘛呀 你還不趕緊讓他閉嘴 我 我每個月左右那麼幾天不太方便 你該不會是真的是冒充了吧 哎 要不然說你們方家這腦子都有問題呢 隨便一個人說他是陳禁東他就是陳禁東了 吳先生 我要找他麻煩就把他帶走給行了吧 我們方家可是無辜的 我今天不僅要帶走他 我連方園一起都要帶走 休想你個變態 你無法無偏了你 我說了 今天我要帶走你們兩個人 要帶回去 我就血洗方家 放下 你去趕緊跟吳少走啊 你真想連累他們方家 一天對一天 今天哪都不去 好啊 來人 吳先生 有個案嗎 把人都叫進來吧 在場的有一個算一個 我要是 通通戒血 等一下 你就不怕我真是陳禁東 你動我 你們吳家跟著你遭殃嗎 你要真是陳禁東 我還真怕你來 陳禁東的勢力可比我們吳家大多了 說讓我們吳家完蛋 我們吳家就得完蛋 那可惜你不是啊 你就是一個臭的代價而已 依我看 你跟方園 你們倆先跟吳少走 你要是真有本事 他也欺負不了你 你要是個冒犯戶 那你就去喝 爸 這個主要 你們倆趕緊跟吳少走 你手子連著我不放下 不行 這是方家 我們方家宁死 也不能讓別人在這兒撒野 我看你們是找死啊 喂 爸 今天家裡有事 趕緊給我回來 行 我說這些事 處理完 你回去 沒時間給你們耗生的 去 把人都叫下來 今天啊 我就要帶他們兩個人走 我看看 誰敢拦我 是 來人 誰 我有注意 誰 我有注意 誰 我有注意 這裡是方家 你也不要太蒼狂了 方家又怎樣 方老頭 告訴你 你方家在我圆裡算個屁啊 你不是陳進東 陳總嗎 你愣著幹嘛呀 你還不趕緊要的閉嘴 我也該拿出我的誓名 姓吳的 你在我面前要不優惠 那你知不知道你爸來了 也得在我面前 扶手承手 放屁 你怎麼不說我爸聽你誓話 哎沒錯 你爸還真聽我誓話 我讓他往東 他不敢往西 做夢啊 我爸是什麼神色 你當你自己真是陳進東啊 那我現在驗證給你看 好啊 你倒讓我看看你有什麼本事 能讓我爸聽你誓 好了 我已經通過手機給你爸發出夢了 你爸已經說了 說是看 我讓你爸一分鐘之內 叫你回家 這個憨户啊 一分鐘之內 還敢操控我爸 那是沒病吧 你馬上就可以得到驗證了 我驗你大驗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麼羞樣 還敢冒充陳進東 我告訴你 如果是我爸一分鐘之內給我打電話 並且讓我回家 我叫你一聲爹 好啊 我們拭目以待 好啊 那我就陪你再玩一分鐘 你可別把自己玩廢了 一分鐘之後 再次的諸位 都得進學 小子 你說的一分鐘到現在 可不到二十秒 哎呀 別急嘛 再等一等 十 九 八 一 十 喂 好 現在家裡有事 趕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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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再說 好 怎麼樣 爸爸們 你真是陳進東 是你命令我爸給我打電話的 你說呢 陳總 好 對不起 剛才受冒犯了 現在是正錯了 哎你剛才不是說你要讓我們都見血嗎 好我給你個機會啊 我就數三個數朝這兒走啊 來三 給你機會你不中用啊 還說要叫爹 行了 我沒你這個兒子啊 你爸在我面前都得服服帖帖的 以後你見著我跟方圓夹著尾巴做人 明白了嗎 是 陳總 你是大人我 剛才啊 是我各位個人弟了 弄著幹什麼呢 我給你打個車 我們馬上走 馬上走 走 跟我陳進東比 你們有這個實力嗎 哎呀 我女婿啊 可真厲害 把吳少啊 這個都服服帖帖的 你真是陳進東啊 我日後再看你解釋 完了 這下斷石的危機是解釋的 我卻給自己挖了個大坑啊 吳少肯定還會找我們麻煩的 我得想想辦法 有了我的好女婿啊 我們方家日後啊 不得起飛啊 哈哈哈哈 今天 這個慶賀日後 我們大家好好的來 慶祝一下 來來來 來來來 你到底什麼型號 你不是代價嗎 怎麼成了身價上千億的陳進東啊 其實 不是陳進東 你冒充的 我就是個代價 我也不知道陳進東是誰 我更不認識 可是你剛剛 你剛剛不是說你是陳進東嗎 現在又說你根本不認識 你是不是自相矛盾嗎 哎 我呢是為了讓你家人們瞧得起我 我才隨便說的 那誰能知道吳少他又來了 我為了搪塞他 我才 編論他 我無恥 我有什麼無恥的呀 其實不管出於什麼人 我今天把你帶到我家 就代表我在心裡認可 但是沒想到你居然到中富二代 我最討厭他 其實不管我爸媽 他們認不認可 我都會和你在一起 哪怕窮一點也沒關係 可是你今天這麼騙人 那我以後怎麼相信你 那你聽我解釋 你還有什麼好點 這個虛偽自私的人 別來煩我 不是 別來煩我 你再給我自己解釋 別來煩我 哇 真有興奮 那我繼續倒下去 哎 你什麼情況啊 你不是代價嗎 怎麼就成了身價或春雨的成功功了 沒錯 我其實就是身價上前雨的成功功 當代價 是為了主持 體驗生活 沒錯 我渴望 在這虛假的社會中 找到我的真愛 所以隱藏身份 幸虧 我遇到的 你 就是我的真愛 說的還是 不僅說的 以後 做的也好 哎呀 不過今天信號有你在 能壓住我的少爺 不然按照她的性格 只不定會對我們方家做出什麼事 沒關係 這些都是小事情 我 我 我並沒有接觸危機 只要無上回到家 那我去露相了 無上肯定會變本加厲的收拾我和風險 不行啊 我得想想辦法 哎 啊 你想什麼呢 啊啊沒想什麼 我是想到有一些特別重要的事 還希望我去處理 你 你 你車門啊 有機會給你檢查啊 啊 再會 啊 啊 回來了 回來了 啊 你給我打電話是 你猜猜 啊 啊 我真不知道在這陈總 要不然我也不敢 什麼 陳總不陳總啊 那你給我打電話 什麼事 當然是好事了 我們家公司 市值突破百億了 我要親自告訴你 就這事 這還不是好事啊 你講來是要接管當公司的 你都一點不興奮 啊 心煩 心煩 那 您認不認識九州家族的陳進東 聽說過 挺烈烈 但是我不認識 沒有交集 怎麼呢 爽 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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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事 沒什麼 我被一個代價給打了 然後被他爽了 什麼 一個代價的敢打我兒子 我幹嘛的 爽 這事你不用管 我一定扒了這小子皮 包括方家的人 一個都跑不來 多少帶人去方家 一個都跑不了 要想搞定無少 就只能先搞定他 爹 誰啊 我接你們董事長 想接我們董事長 有預約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就走 什麼人呢 他想叫我們董事長 我們董事長是什麼人 想見不能騙的嗎 我這個給你們董事長 你們董事長自然無欠 什麼 你是什麼人 你別管我是什麼人 把紙條交給你們董事長 或者出了什麼問題 是不是這個 你你懂啊 好 這四條理解了 没错 是我现在 你说你知道我见不得人的事 什么事啊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你行行 我告诉你一下 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 随随便便拿张纸条就想跟我说 你知道我是谁 凭借着这张纸条 他能请我上来 就证明他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想怎么个死猫啊 我既然敢过来找你 就证明我知道你做过什么事情 而且 我有知识 信不信 我现在就叫人把你拖出去报答 你敢动我一个 你的秘密就会过去 你敢动我一个 这算危险吗 这不算危险吧 你敢动我吗 好想 那你说说 你知道我什么秘密 能使他致命的秘密 绝对不是什么花辩新的 或者是强生一大人的事 以他们无家负责的形式风格 我猜他的秘密是杀过人 我先试试 不行的话再让时间的流 问你话呢 你知道我什么秘密 说错一个字 我扒了你的皮 我刚才说了 我既然敢来就有证据 你的秘密就是 杀过人 你放什么屁 我什么时候杀过人 他紧张了 证明我才对了 刚才我说了 我既然敢来就有证据 你把证据拿出来我看吗 吴总 证据怎么能带在身上呢 没事 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证据自然会公主于中的 那你就是放屁 随随便便 说我杀人就能赢我的钱 把我当什么了 你要能说出个名字来 我就信你 就等你这句话 受害者姓王 对不对 猫头下子 还说不是个偷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姓王的 我马上就让你尝尝 才错了 没关系 机会多着 没事 打算 这张纸条 你写的 没错 我知道 见不得人的秘密就是杀过人 而且我有正当 疯了吗 我什么时候杀过人 来饿我的是吧 只有一个 受害者 姓李 炸 连我你都敢说 我看你是想找死了 又差了 进来 行正 行正 杀官 姓 马 姓石 姓 公孙 姓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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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受害者姓爸 你杀了一个姓爸的人 你怎么知道 快告诉我 我去 只要他几个小时 百家庆 我都猜完了 他杀的这个人 竟然姓爸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还在说 我诈你吗 你有什么证据 做完现场我都拍下来 你更是你的命 这么能 你怎么能拍下来呢 你拿着我看看 那我能给你看吗 既然我知道你杀的人姓爸 那我就肯定有证据 你既然拿不出证据来 就不要信我死亡 你不是说做完现场你就拍下来了吗 那你说说在哪 错完现场 那我再重新猜的 反正我有无限试错的机会 先随便猜 坐在现场 在目的 目的你都知道 这次运行 第一次就猜中了 小爸 你快点把这个给我交付 不然 我让你跟姓爸 刚才我都说了 我呢 要是出现任何一点的危害 证据就会自动公正移动 到时候呀 你去玩啦 你去玩啦 判判条件吧 你想要多少钱呢 我不要钱 你小丑蛋 你最近心思拍出证据 你就是想要钱吗 说的说 我给你 你把证据撩毁了 我都说了我不要钱 那你想要什么 你叫公司赌的 可以呀 我给你呀 我也不要你 公司赌的 想要什么 我目前还没想好 不过你儿子正在方家作诺 我需要你亲自把他叫 并且给方家赔礼物钱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至于我还想要什么 别说我再给你一遍 啊 然后我就会把证据消 我可以照做 但是 如果你要是把证据放上去 我让你赌葬申辞 我再说一遍 把那小的方圆给我交出来 不然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吴少 我们真不知道他是上哪了 求求你 放过我 这个事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这 没错 没错 吴少 热您的是他们俩 您要整的话 整方儿父母也行啊 你别整我们哪家呀 给你们五分钟 我见到他们两个 你们 都得忘了 哇 这就是你们 给我放下 吐了这么大的脑子 哎 这种事人怎么能埋怨我呢 要不是你把圆圆借了给吴少 能发生那种事情吗 够了 我都是来轻松吵架 最后给你们五分钟 我要是还见不到他们两个 再多许位 你别怪我新婚手了 好 真是张姓爷爷 爸 妈 爷爷 方小姐 您等我又回来吧 应该 是你干的好事 吴少 你怎么又来了 你有完没完呢 方小姐 我没在家骗得好可怕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陈建造 也没有让我爸给我打电话 老子都被耍了 什么 这个小子在哪儿 马上了他回来 他先是喷了我辣椒水 然后又打了我 我今天要不把他大卸八块 我师父为人 媛媛 你快告诉好那个小子在哪儿 别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就算我知道他在哪儿 就算我知道他在哪儿 我也不会说的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陷入绝境的 你 你糊涂吧 你 老呗 你简直不要刻意 为了维护那个骗子 我们方驾上下老手的性命吧 爸 这人是不是无误 我觉得他就是沉浸东城 我闭闭 小身旁见 错过判断 现在也不能这么被动 够了 确定 找不到这条是吧 我再说最后一次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不好 很好 男人 把方杨给我摁住 上市没办完的事 今天我就在方家当着死亡里面 现场犯了他 你敢 你敢 我敢不敢 没有什么事就是我不肯做的 给我上 等你去 小子 你还敢送货上门 啊 陈子豪 不好意思 各位 很麻烦了 你可把我们方家害苦了 五少 他们俩 既然都到了 你是不是 放过我们方家的人 一个都不能走 既然 他们都到了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们 再废话把你压垮了 哟 无效真是想大开杀戒 不然呢 我这顿打可不能白来 你给我的羞辱 我一定拿着那场换 遗憾的是啊 整个方家都得给你赔造 你冒充了陈静东 是不是 是 也不是吧 陈静东我都不放在眼 还吹牛呢 哎 你知道 吹牛的代价是什么吗 哎呦 那你信不信 你还是不能动我更好 并且你还会像我们这 放的狗屁 既然你和陈静东没有关系 我外面几十号兄弟 你哪来的勇气啊 不信啊 小子 我现在看到你啊 我真想扒了个皮啊 不过 我给你个机会啊 你现在给我跪下来磕一百个小头 这给自己刀 我可以考虑 原谅你 等一会儿啊 你办了 你就嚣张不起 我爸要来 嗯 同样的招数你要使两次啊 哎 是我赏 还是你赏 哎我都说了 你爸对我服服帖帖的 你等着吧 小子 让你道歉 你就赶紧给吴总好好道歉得了 你装什么装 你把你自己装死了 别拖累我的呢 我说了 是他给我道歉 而不是我给他道歉 好 道歉是吧 行 把他手机给我废了 住手 爸 你怎么来了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这收拾这个废 哎呀 吴总啊 原来的可真吉士 您要是再晚了 我去出一半了 哇 你怎么来这 谁来这些傻业 你打我干什么呀 是他 他先惹了我 我来找他报仇 这有错吗 你 给他道歉 你去给所有方家的人道歉 不是 凭什么给他们道歉呢 让你道歉 你就道歉 哪来这么多废话 我不要 你得告诉原因呢 这小的暴露沉浸弄 他就是一个臭代价而已 你 你要本天哪 赶快道歉 给我滚回去 要不然 我龙家就完了 快点 对不起 啊 对不起 给方家的人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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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撑点 对不起 行了吧 啊 我看不懂 那你们走吧 明天这个时间我去找 走 啊 这他们什么情况 什么都烦了 哎 既然你不是陈宁东 为什么五董事长那么怕 你到底是谁呀 你到底是谁呀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发点头去努力 不过没关系 大家都会没事吧 吴家铺子很快就会完蛋了 陈子豪 你有什么好理能的 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呀 我爱你 真是真话 其他的比不一样 爸 你告诉我 那小子到底是谁呀 你甚至不顾我的面子啊 难道他真是什么大人物吗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就是个代价 你再普通不过的代价 那我就更不理解了 你是什么身份哪 为什么对一个代价言听计从的 我问你 新爸那小子的事 处理干净了 处理干净了 我亲自动的手 干净了 现场没留任何痕迹 你怎么突然提这事啊 你处理干净个屁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判这个小子吗 就在刚才 他去我办公室跟我说 说我杀了一个姓爸的 而且他有成绩 不可能啊 这事是我亲自动手的 而且只有你可我知道 他不可能知道 这就要问你了 这么秘密的事 他竟然知道 你还说你处理干净的 不可能啊 我还是不相信 那你怎么解释 他清晰地告诉我 说我杀了姓爸的 而且知道 做案地点 是 是 只有一种可能 你做案的时候 他就在现场 你没有发现的 还被他排在正儿 我去 你真没想到 我这么小心紧善 还是被他发现了 这小子现在要挟 让我听他的话 不然 就讲证据公平 那他有没有提什么要求 暂时还没有 你让我把你从方家去 让你给他们道歉 其他的条件 明显你到我们这种 事与之子 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 直接灭口 以绝后患 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 直接灭口 以绝后患 若京 风险太大 我们还不知道 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扔 那怎么办呢 难道留着这个大单 一直留着微信我们吗 这一下 肯定得死 不过 实际还不成功 等他明天来找我 看完条件再说 现在我们跟吴家聊得太深 他们早晚得上分析 那很难 只有除掉吴家 才会 你想得容易 这个是吴家 我们为什么除掉吴家 你能够帮我讲一遍 谁 本世这些事情有一个姓霸 你找他吧 我现在基本的决定 这个姓霸 被吴家负责 只有他清除姓霸 才能让他负责 从而长得正确 硬去欺击 吴家负责 好 我帮你 特别一早 你明明 请 爸 最新查到的小姐 说 那小子叫陈子豪 就在前两天 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 特别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 他买了福彩的一种彩票 连续两次中的头角 他用一千块钱 赚了一百多元 这到底什么 那句好话 我仔细观看了 彩票店的视频监控 这小子特别自信 访问他买这个彩票 就像他一定会中奖一样 这不正常啊 难道 这谁超级 这说不准啊 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对姓爸的动手那天 我特意仔细观察的路 根本没有人在 而他要知道的那么清楚 再结合这两次 他中头角的经历 这事绝对不正常啊 不管这么正常 我都有种不祥的语言 这样一会儿他来的时候 咱们四季 不行 干掉 这是资料啊 找到了 这是霸天羊 吃了混混 自从一个月前失踪之后 就没有人见过他 看来这个霸天羊 就是吴家夫子害死了 没有证据 没有 但是我知道 一定是他们都知道 没有证据没用啊 没有证据 他们就服不了法 而且 你现在情况也挺危险啊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不动手 一般来说啊 这个反派 是会对一个死 反派一切的 什么意思啊 几人我去细细看喽 走 走 等等先生 这里手机不能带下去 好了 我们这里是要搜身的 好好 按你们的规矩来 好了 神经 哎呀 跟你们见一面呀 是真 这又是搜身 又是搜身 是搜手机的 是你们这待会儿知道 这样 咱们才能敞开心肺聊吗 嗯 聊吧 你想要什么 你开个架 然后把你拍的东西给我 咱们以后各自各地带 好啊 我想要什么 要你们最少吧 然后我视频给你 小子 你找死吧你 哎呀 我这个不是 怕不掉的太高 你们给不起 你说个数 我们看看 就是这个下 我要 一百二亿 一百亿 真是大开口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嗯 那要不这样 你们呀 先给我 十个亿的预付 然后我把视频给你了 之后我们再谈给你了 那我们 知道得看看 你拍的是什么东西 一个骗动案也行 这也没商量的 那 我怎么知道你真有正经 我知道 哎呀 我都说得很清楚了 我知道八天阳是谁 我也知道作案线有曾经病 小子 你是把我们吴家看得太简单了 你是以为我们真的敢动你吗 吴总啊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你要动我 要想想这个秘密 是会公开的 爸 我觉得这小子八成是在炸 那根本就没有证据 那是说 我们不看到证据 我们是不会给你解 而且 你也走不出场 你们是想做家伙 做了你就和 小子 我劝你啊 做人别太贪婪 不仅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当心的小命也不保 那那这样吧 你们告诉我 八天阳埋在哪 我只知道 他是在墓地死 然后怎么讲的 好说好声啊 八天阳的 你 住嘴 八天阳埋在哪里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这不是好奇吗 我就想知道他埋在哪里 我看你是根本没有什么证据 你是想知道 八天阳埋在哪里 找到尸体 从而锁定证据 对吧 对啊 你根本没有证据 而且我怀疑啊 那天你根本就没有在作案现场 好啊 你敢懂啊 好啊 那你说说 作案现场的目的 是哪个目的 呃 还有啊 作案那天的夜里下了很大的雨 雨那么大 你看得清吗 八天阳失踪的那天 根本没下雨 他在炸 那我焦急就寄 说话啊 那天夜里下了那么大的雨 你是怎么看的星座案现场的 那天夜里虽然下了很大的 但我的手机是四千万揉光双摄 你就可以拍得清楚 哈哈哈哈 上当了 那天根本不是夜里 也没有下雨 那天是白天 哈 什么 啊 这家伙 你炸我 我得炸你啊 是一来一去的 你的小面可就没了 笑痛啥呀 老子还真这样也给吓 幸亏我儿子聪明 几句话 都石破雷的话 爸 这个人不能留了 你要干嘛 从你拿纸条威胁我爸的那一刻起 你的小面就已经留不住了 还说我我还有证明对不对 哎那这样吧 我呢 不要太多了 就一千万吧 给你个屁 我要让你像霸天阳一样 悄无声息的消失 哎这就不对了哈 回去 啊 啊 我 啥子 怎么怪 怪你太嚣张了 你不是想知道霸天阳埋在哪呢 我告诉你 就在厚山公共享多二十公里的小树林里 那里啊 也是你 哎呀 等很久了 霸天阳的 你 住嘴 霸天阳埋在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我这不是好奇吗 我就想知道他埋在哪 我看你是根本没有什么证据 你是想知道霸天阳埋在哪 是你什么话 找到诗品 从而选定证据 对吧 对啊 你根本没有证据 而且我怀疑 那天你根本就没有在作案现场 好啊 你敢读吧 好啊 那你说说 作案现场的目的 是什么目的 哎我说嘛 厚山公路啊 作案那天夜里雨那么大 你看得清楚 哎呦 我怎么记得那天好像根本没下去了 而且 那是个怀疑 我拍得清清楚楚 我什么我 我说错了 小子 现在把这句交出来 我马上宰了你 好 来 我行 烂命一条 好 倒是你们无家 跟着我一起完蛋 你想请你 好了 现在是梦醒你 知道 小子 我们现在没那么的钱给你 你给我半天时间 我凑齐十亿 我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行啊 反正你们不是知道我家在哪 那就 那晚办 看我家去 好 不见不散 走 走 爸 就这么疯走了 那你说怎么办 要我说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做了再说 这小子 把你的作案细节了解的这么清楚 我相信他一定会 等于不能拿整个文件去 你查查这小子自己都个什么人了 还有半天时间 八点之前 你把你都救了 一块钱 一块 喂 你好 我要报警 一个月之前失踪的发生了 好 还是被人谋杀了 尸体现在就在后山公墓 往东南公里的小树林里 你们现在赶紧派人过去 凶手之 一家就一切一家父子 怎么样 搞定了没有 搞定了 混蛋了 我说 不好了 怎么了 你楼下来了好多警察 把公司都给没了 什么事 休息后山公墓 休息后山 您忙我们的咖啡 不好意思啊先生 没事没事 您慢用 谢谢啊 吴少已经进去了 证据确凿杀人伤命 相信我表哥 他做了多端死了活该 吴少进去啊 他咬住他老爹只是时间的问题 吴家养了就回头了 谢谢你帮我们方家 谢我干嘛呀 这也算是我惹出来的麻烦吧 我真是越来越猜不透明 你说你一会儿是代价 一会儿是彩票高手连中两期投奖 一会儿又是陈静东 现在又化身福尔摩斯破了暗 你到底是谁啊 多的是 你不知道的是 这之后啊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神奇的事情发生 甚至可以说 我对钱一骨 没有兴趣 什么意思啊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我有一个老 谁老人 就是他 这不就是一条手链吗 你摸摸干嘛 你摸手链干嘛 哎呀 你摸一下嘛很神奇啊 你摸一下嘛很神奇啊 你好啊你的 不好意思啊 先生 你会弄 怎么会这样 这破院刚刚不是来过了吗 还是他还说的一模一样的话 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你摸摸什么样啊 不是你让我摸吗 哦那懂了 怎么样 是不是神奇 何止是神奇啊 这个手链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能让时间倒流 这个是给天外来的 烟外来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剪刀的 反正就是剪刀了 摸一下他 就带了你回到七分钟前那样 我正是靠着他完成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买彩票 比如找到温少山人证据 啊还有我 我套着这个手 救人 你 太不可思议了 这真的是天上的东西 是啊 哎呀 哎呀 靠一趟呢 能管成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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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吴少被抓了 说是杀了人 而举报他那个人 居然是那个小子 真是好 我说 吴少 怎么那么怕那个小子 原来有把柄才是 可是现在 他们还是把吴少给狗了 你 吴少 您怎么来了 我儿子入狱了 死罪 你们知道吗 这事儿我知道 可这事儿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个 陈子豪 他不是我们方家的人 我跟他不熟悉啊 他不熟悉 不熟悉 但他是 你侄女的男朋友 对吗 哎 是侄女而已 都姓方 可是我们 一定不是一家人 我跟他们家 一直有矛盾 哎 他呀 跟我别管 我要找麻烦 去找他们 我不是来找你们麻烦的 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 送钱 送什么钱 这是一个亿 给你 一个亿 这你要干什么 你们只需要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儿 你们只需要把方元和陈子豪跟我约出来 让他把这个喝了 然后我再给你 你是要向他们动手吗 没错 我儿子的仇不能够 你们必须利益 容易约 这杀人的事儿 恐怕不太好吧 这么多钱 就不要了 这不是钱的事儿 这是掉脑袋的事儿 方元 必定是我侄女儿 我不好下手啊 不用你下手 你只需要把他们约出来 让他们把这个喝了 剩下的事儿 我来罢 而且 责任也追究不到你们 这好像 你以为我是来跟你们商量的吗 今天这个事儿 你们做 也得做 不做 我保证你们活不过今天晚上 爸 这是个机会 再说 这是几个亿啊 你怎么说呀 弄死我了 那就真要弄死我了 爸 你别可是了 不做不做 再说 又不用我了 弄死我了 我没什么钱 吴总 我愿意 爸 那不再情愿呢 好 一不中 二不休 孝孝公正 好 一言为定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咱们下次换一个喝呗 小窝窝 可是我们现在在 怎么 不给大伯面呢 我现在又在天海酒店 山林二头发当你 一定把你男朋友带着 他 你妈 谁啊 我大伯说要请我们吃饭 你大伯可不是什么好鸟 我知道 不过就是吃顿饭 再说有很多事情 我想跟他讲清楚 嗯 吃个饭 但也没什么 那走吧 看看男狐狸卖的是什么药 啊 这次我们可是见在弦上 吴总总 要是赌对了 我们下半辈子 就是荣华富贵了 哎 要是赌错了呢 我们还有得选吗 吴总说了要对我们动手 那就一定会动手 我们只能放手一波 哎呀 侄女 侄女女 你们到了 请坐 请坐 哎呀 不侄女 侄女女婿 真是郎才女貌啊 哈哈 不对吧 你对我们这个态度 不像你啊 哎 我们必定是一家人啊 之前有些误会 还请你们俩 谢谢 之前的事情就不提了 大伯 我们今天就开门见山吧 你想怎么了 别着急 先喝杯茶 就说啊 我向你们道个箭 喝茶 之前呢 我还给你介绍了吴绍 没想到 这个吴绍 这么混蛋 来 咱们四个干一杯 也就算是我和小鹏 向你们道歉 来 干一杯 好啊 那喝一杯吧 嗯 那姐不是一家人吗 我身体不舒服 你们喝吧 我就不喝了 什么 我被放了面子吗 哎 大伯 此言差矣 这女孩子嘛 每个月左右那么几天 喝不了凉茶 我替她喝了 好 我们三个喝一杯 好 干了 好了 有什么事快说了 三 二 一 一 大伯 你什么意思 放心 他只是晕倒了 暂时 死不了 什么 你为什么要再查理下毒 你们俩搞得人家无双 他爹会放过你 这么说 你们是无双派来的 当然 我早答应给我们 一 治成之后 还有五 无耻 我们都是方家的人 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要怪 就怪你 不自量力 跟鱼茶做对 要怪 就怪你 太直强 我拒绝不了啊 其受不辱 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现在就要报警 赶紧把没喝的啥都喝了 休想 马上就会遭报我 快走过 我喝 我喝 果然又回到了几分钟前 哎呀 吃那吃那女婿 你不到 快请坐 大伯好 哎呀 吃那和我吃那女婿 真是郎才女帽啊 多谢 大伯 我今天找你们来是 哎大伯 等一下 什么电话啊 喂 110吗 对 我要报警 这里是天海酒店302 有人在茶里下毒 企图谋杀我们 对对对 你们快点来 对了大伯 你都想说什么 你你你刚才什么意思 谁在茶里下毒啊 这茶里难道没毒吗 你开别什么玩笑 我们怎么能往茶里下毒呀 哈哈哈哈 哦原来这茶里没毒啊 当然 好 既然你说茶里没毒 那你喝下去 你 不敢喝了是吗 哦 原来大伯是想有毒 毒啊 你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可能下毒呢 太少了 我们哭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然是除你那一个亿了 哦不 事成之后还有五个亿 当然值得你们博弈吧 哎哎哎 你说什么呢 怎么 吴总不是这样跟你们谈的吗 你怎么知道 你猜呢 不是吴总 这外头 怎么可能 你管他那是死费的 怎么可能出卖 我帮他们 你们呀 就猜吧 猜破脑袋 你们也猜不吃 谁啊 我大伯说要请我们吃饭 你大伯可不是什么好处啊 我知道 不过也就吃顿饭 但是我也有很多事情想跟他讲清楚 好吧 吃顿饭了 不对 十分 有十一分 不对 这个吴绍进去了 但是他老爹吴总还没进去 这个时间在大伯找他们 没准备 没准备到那种无点已经串通一期让咱们复服命运了 不会吧 他毕竟是我大伯呀 你大伯这个人 没不了 总之咱们到处记得继续 你大伯 你大伯 我们就不用说了 我们就知道 好吧 把我们看了他葫芦里买的是什么 你 买过 幸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 你们俩个人 认识秦首 我们在外面安排了很多人 就算你们不喝 你们也跑不了了 你说你是不是忘了 我刚一进这个房间就打了报警电话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警察现在已经马上要到了 你 好晚不吃夜天会 我们走 你给我等个 来 那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放心吧 他们跑不了 我刚刚已经都录音了 再加上这壶查的证据 他们俩就等着和吴总紧急于做伴去吧 终于把这些伴侣缠住了 你还别说 这玩意还真是好东西 有了他什么问题跟吴总 说 方家父子 熊龙失败 他们两个被带走了 废 他们两个 现在已经很可能把你咬了 第一句话 去把天狼找 今天晚上方圆和陈子豪 必须死 好 你说要是在咱们亲热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动 那是不是能一直帮着亲热呀 你真讨厌 你谁呀你 你 这团内容要付费的 就是因为付费 所以我才来要你们的命的 你是不是无家派来的 是啊 今天 就是你们的死企 你别别 大哥 别冲动 那个 吴总已经被抓进去了 你没有必要再替他卖命了 拿人钱财 替人消责 你们最好安静一点 我可以让你们起没有痛苦 你怎么那么劝呢 啊跟你好好说不听是吧 你弄不过我的 你们知道我是谁了 别说是你们两个 就是再来二十个 白色人头 我妈不懂 想死 九州小国线时间无法 家里的贼 宝贝快来呀 我来了宝贝 九州小国线时间无法 温贝快来ー 那个村子还没准备 那个村子还没准备 后来还没准备